我們本來希望透過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他們專業的法令可以來協助我們收費人來處理這個問題 結果我們發現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他向高工局建議說 我們這一群勞工工作二三十年 我們應該要比照勞基法要有最基本的資遣費 可是高工局有答應嗎 沒有 我們接著我們也希望說 向新北市政府來提出仲裁來決定我們這個事件 結果高工局有同意嗎 沒有 為什麼高工局他沒有來面對我們這個問題 還推得一乾二淨 然後就是說高工局一直發文宣然後抹黑我們收費員 說來聲援我們的都是勞工團體跟學生都不是我們收費員 我要說的是我跟你說八成都是我們收費員 我覺得大家給我們溫暖我們真的感到很溫暖 那高工局為什麼一直要這樣子對我們 唯一沒有給我們溫暖的真的是政府單位 他昨天又發了一個六點的聲明 他六點聲明裡面 他裡面第四點和第五點就講說 有關於多元安置就是因為他也知道遠通的工作太爛 所以要把安置到其他單位去的這個部分 交通部正在跟遠通電收討論 那就表示你本來的制度有問題啊 然後有關於年資的部分 他說他也在討論 有召開專學委員會討論 這都表示其實這個問題交通部自己都知道還沒有解決 還沒有解決 那你為什麼不趕快來解決 而是不斷的透過分化抹黑來對待收費員 然後更可惡的事情是 如果真的像你這張六點成績上面所講的道理都在你這邊 那為什麼昨天高工局 昨天交通部不願意面對新北市政府提出來的勞資爭議仲裁 你不願意面對仲裁這個機制 不願意讓新北市政府來仲裁我們的對錯到底誰對誰錯 你只希望要讓收費員自己去告 自己負擔裁判費 自己負擔律師費 要讓收費員孤立無援 要讓收費員財務沒辦法支持 這就是交通部在準備做的事情 我們是國道收費員製救會 我們現在手上拿著把蠟跟把蠟跟我們的回數票 這個是我們工作這二三十年來 每天每天每夜每夜都從用物人手上接收到回數票 這是我們長年下來的工作 那今天我們非常不得已 因為政府的EPC政策讓我們全數失業 不只補助我們工作二三十年居然完全沒有人資 這是非常是公平的事情 全台灣所有適用勞基卡的勞工都不會有做二三十年 可是還一年一前這樣的情勢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 我們非常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如果說交通部接下來沒有出來面對我們 我們十一月二十八號就會有更激烈的工作 只顧選舉 不顧勞工 只顧選舉 不顧勞工